这是一次令全美震惊的动物杀人事件 黑猩猩演员因被气球爆炸声惊扰 突然受性大发 攻击了所有演员 其中一个女演员 被吃掉了整个面部 以及除拇指外的所有指头 一个小演员躲在桌子下面 看见了全过程 黑猩猩在袭击完一名男演员后 慢慢朝他走来 但现在他似乎已经停静了下来 黑猩猩像之前训练的那样 向小演员伸出了拳头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20年后 小演员阿诺长大成人 而当年的那段可怕遭遇 竟变成了他赚钱的工具 阿诺建起游乐园 还特意打造了一个纪念馆 吸引大批游客来此参观游玩 这天一对兄妹来找阿诺卖马 两人的精力勾起了他的兴趣 哥哥阿杰和妹妹阿乔 是隔壁马场的驯马师 他们的父亲因为擅长马术特技 经常和剧组合作拍摄广告片 以此维持马场的日常所需 可突然有一天 一个不明物体从马场上方飞过 然后天空静下起了一场惊惚 一把钥匙扎上了马匹的屁股 随后阿杰的父亲也被击中 从马背上掉了下来 经过医院检查 医生发现有一枚硬币穿过他的眼睛 刺入了大脑中间 虽然硬币被取了出来 但阿杰的父亲也因此意外离世 于是马场所有的工作都压到了阿杰身上 阿杰代替父亲牵着马匹 参加广告片的拍摄 这天在拍摄的过程中 灯光师手中反光的金属球 让马儿受到惊吓 险些造成演员伤亡 于是导演立马叫停了表演 失去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半年后 马场便因经营不善几近倒闭 无奈之下 兄妹二人只能选择卖马 而两人的故事 让阿诺十分喜欢 他很爽快地买下了马匹 并打算再建造一间纪念馆 通过他们的故事吸引游客 有了卖马的收入 马场还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 可这天晚上 阿杰带马儿出去散步时 白马突然失控跑了出去 阿杰连忙驾车追了上去 但与此同时 天上又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接着地上又刮起了龙卷风 白马瞬间就被吸走了 阿杰见此情形 立马回到马场查看监控 可刚刚那个东西出现时 马场所有的电器都失灵了 监控什么都没有拍到 而这件事被妹妹当成一个机会 他们可以装上更多的摄像头 到时候只要安排一场直播 就能像阿诺一样赚得盆满钵满 于是回到马场后 阿杰让工人在马场四周都装上了 抗干扰的摄像头 在查看之前的监控记录时 阿杰发现远处山边有一朵云彩 无论风刮得有多猛 他竟然能一动不动 看来这朵云彩就是问题所在 就在这时 云彩里冒出了一个东西 一个庞大的冒形物体突然俯冲下来 伴随他的出现 周围所有的电器都停止了运作 此时游乐场的老板阿末 正在给众人展示 他昨天刚买的黑马 可当那个物体出现时 所有人都整齐划疑地看向了天空 接着地面上卷起狂风 所有的观众都被吸走了 这时阿杰也赶到了现场 整个游乐场一片狼藉 等他走进看台时 冒形物体还在天空中盘旋飞行 随后就扑向了笼子里的黑马 等到阿杰再次醒来 已经夜幕降临 由于看台顶部的遮挡 阿杰侥幸逃过一劫 而就在此时 马场正在被暴雨洗礼 可阿乔借着闪电的光亮朝窗外一看 发现天上下的不是雨水 而是夹杂着手边和戒指的血水 原来那东西不是UFO 而是一种吃人的怪物 他把所有消化不了的东西 全部吐了出来 显然马场已经成了怪物的排泄场 阿杰开车赶回了家中 可此时他完全不敢下车 就着闪电的亮光 他发现天上有个巨大的眼镜 正在搜寻可实用的猎物 阿杰急忙缩进车里 思考到底能不能下去 阿杰在车里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 那个怪物才又伪装回了云彩 阿杰看着砸在车上的东西 发现那竟是马场门前的金属雕塑 看来是怪物误实了以后 又因为消化不了再吐了出来 回想起昨晚的经历 阿杰意识到只要不抬头看天空 怪物就不会发现它 于是他赶紧救出妹妹 开车逃进了城里 很快 不明生物吃掉40名游客的事情 就在网上传开了 很多人好奇地来到现场 想要一睹怪物的真面目 这天 一个摄影大腕找到阿杰兄妹 想要拍摄怪物的真面目 经过协商后 阿杰同意主动出去吸引怪物 而妹妹认为 那些不断舞动的充气人偶 更能够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于是他们一边缝制充气人偶 一边准备所需的摄影设备 随着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调整完毕 终于等到了拍摄日 阿杰骑上马匹 开始在马场周围转圈圈 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就在这时 有个不速之客闯进了这片区域 他手持摄像机 头戴银色头盔 说要拍下独家新闻 妹妹过去交谈一番后 他竟不顾大家的好言相劝 在马场里一路狂奔 结果一个不小心 就摔了个狗吃屎 阿杰本想过去扶起他 可对方的头盔实在太过醒目 竟把天上的怪物吸引了下来 巨大的冒形生物从天而降 瞄准了正在奔驰的黑马 马背上的阿杰知道自己跑不过怪物 于是停下来低头看着地面 不出所料 只要不指示怪物 怪物就不会攻击他 在头顶上停留了一会儿后 怪物盯上了地上的充气人偶 随后地上刮起狂风 人偶就被吸到了天上 趁这个机会 阿杰骑马跑向了远处 他拉起画着眼睛的帽子 接着又放出一个彩色的尾巴吸引注意力 很快 怪物再次俯冲而下 他的身体虽然无比巨大 可行动却是非常灵活 带起了地上的一片风沙 关键时刻阿杰起身下马 躲进了事先搭建好的木屋中 这场危险的拍摄过程 终于是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几人都长遇了一口气 可摄影师却说了一个坏消息 因为他坚持使用老式胶片机 所以刚刚那惊险的一幕发生时 他正在给机器换胶片 另外几人很是无奈 只见摄影师提上摄像机走出遮挡帐篷 朝着山顶走去 随着他抬头望向天空 怪物穿破云层飞速而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摄影师终于拍到了自己满意的画面 可这也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并且由于他的贸然行动 监控小哥也被怪物发现 幸运的是 大风刮起了一个破裂的充气人偶 及时包裹住了他的眼睛 小哥滚下山坡 也算是保住了小命 另一边 妹妹阿乔站在远处 仔细打量眼前的情况 结果不巧被怪物发现了 妹妹赶紧躲进屋里 可怪物只是张嘴使劲一息 木头搭建的屋子便瞬间化为了废墟 被甩落在地的妹妹想起阿杰的话 于是立马低头看向地面 眼看妹妹要被怪物追上 阿杰骑上黑马望向了天上的怪物 此时 怪物的身体不断变化扩张 最后变成了一个形似船翻的破洞物体 它长大方形的绿色大嘴 不断靠近正在挑衅它的阿杰 趁此机会妹妹骑着摩托车冲进游乐场 放出了事先就准备好的大型充气玩偶 随着大玩偶升到空中 那头的怪物就立刻 调转方向追了上去 它仔细观察眼前的物体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就吞下了大玩偶 像往常一样 怪物不断挤压身体 企图碾碎食物 可随着充满轻气的玩偶炸开 怪物也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想一块破步一样坠落 而妹妹则用游乐场中的井口拍立的 成功将刚刚的一幕幕全部拍下 妹妹坐在地上放声哭泣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游乐场门口若隐落线 阿杰竟然活了下来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这是逃出绝命阵导演乔丹皮尔的最新作品 是一部关于溯源和源头本身的电影 从人类到星星 从绿幕到动态图像 从数字到胶片 就连拍电影的热情和冲动 都回到了对影像的捕捉 在科幻元素的厚度之下 呈现了史诗般的壮阔气魄 表面上却是简洁 且极具吸附力的器官景象 所以也是对好莱坞昔日魅力的重现 对电影器官和观影快感之源的追寻 一切都如同逃出绝命阵般之间 饱满且自洽的娱乐剧作 看完原片的小编表示 电影直接影响到 以后抬头看云时的心情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播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